在一次飞行表演上 五架色彩鲜艳 一展18米的大号双翼飞机 伴随着发动机浑厚的轰鸣声 以践行编队飞向表演区 他们正在以能同自行车一绝高下的速度飞来 在到达观看区前 编队外侧两架飞机转弯散开 中间三架以难以置信的慢速 悠闲地掠过观众头顶 人们对眼前这0.25倍速的飞行表演吃惊不已 正在议论纷纷时 一架飞机突然向地面高速俯冲 表演了惊险的贴地双击对飞 紧接着两架对飞的飞机拉起盘旋 在完美的半滚动作后 再次俯冲表演贴地洒药夹双击对飞 完成了一次节奏最慢的飞行表演 这种从容而沉稳的超慢速 是安二飞机与生俱来的绝技 要知道它是一架起飞重量超过5吨的飞机 正是由于它无人能敌的慢速飞行能力 让安东诺夫设计局一举成名 二战后的苏联 急需研制一种波二飞机的后计机 用于大量的农业生产和交通需求 1946年 苏联林业部将这一新型飞机设计 任务交给了刚成立的D153号 苏联研究设计局 也就是绝密的OKB153设计局 该局是安东诺夫设计局的前身 由10年40岁的奥列格安东诺夫领导 他仔细研究了苏联农业 地理和波二飞机的运用经验后 将其锋芒进藏 亲自捉刀设计出一款 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过失飞机 内部型号CX-1 也就是R-2型 这种全基础的大号双翼机刚刚诞生 就引来了西方世界各种姿势的集体嘲笑 它长度12米 上层驿展18米 下层14米 空重3.3吨 可载重2.1吨 设计载客量12人 安装一台实威佐夫ASHUR 九缸风冷星型活塞发动机 和一副四叶横速螺旋桨 功率1010马力 最大航程845公里 这种外形粗短胖 推重比不到0.2的双翼机 被前苏联 波兰和中国合计制造了超过18000架 迄今已运送超过3.7亿人次 相当于每个苏联人都做过两次 至今还有几千架安二和运五 在世界各地从事农业和客运飞行 是什么让这款开山之作如此成功呢 只有四个字 简易安全 为了能让该机在土地上随意起落 它安装了最简单的气动刹车系统 并且自带电瓶和惯性启动机 无需任何地面辅助设备 它靠自己的电瓶带动惯性启动机飞轮转起来 然后突然释放启动发动机 它的四叶螺旋桨 会始终保持在1650转 飞行员增大或减小油门时 螺旋桨会自动变距 根据发动机功率自行增加或减小逻距 始终让引擎维持在1650转的最佳转速 飞行员因此无需手动控制奖距 所以它是一架60多年前的自动挡飞机 不仅操作十分简易 安二的飞行安全性也非常高 这源自它无人能及的特殊飞行本领超慢速 安东诺夫认为 作为农用飞机 再重量大解能慢速飞行是必须的 它一次可以装一吨半农药 足够给全村的地洒上一遍 同时飞行员有足够的反应时间 来躲避地上的电线杆 所以这架飞机采用了低速高升力的TSAGI21异形 该异形15度迎角时 升力系数阶级2.0 能满足120到258公里每小时的正常飞行速度 同时机翼的后援 安装了大面积的开缝机翼 完全放下时 机翼的升力系数超过3.6 可维持时速64到120公里区间的平飞 当继续增大机翼营角 同时减小发动机功率 让平飞速度低于每小时64公里时 气流会在机翼前缘加速流动来制造低压区 将机翼前缘的缝翼吸出来 形成了一个开缝 气流顺着开缝吹到机翼上表面 推迟了气流分离 使机翼的可用营角提高到20度左右 导致升力系数又有所提高 因此R2飞机的失速速度只有每小时45公里左右 而且飞行员手册并没有提及失速速度 如果空中收回油门 让发动机怠速 因为面积超大的水平尾翼 该机失速后会自动低头加速 根据飞行手册 此时只需将操纵杆向后拉到底 并保持机翼左右水平 从前下方而来的气流 会将前缘缝翼吸开 飞机便以4到5米每秒的下降率 和大约每小时40公里的前进速度 自动飘向地面降落 这比跳伞的下落速度还慢 关于这一点 安东诺夫认为 空中停车后 菜鸟飞行员会在慌乱中拼命拉杆 而失速坠毁 因此该机被设计成失去动力后 只要将操纵杆拉到底 就能恰好保持最小下降率自动降落 因此 这架飞机不仅由于反应迟钝 而异常好飞 同时可在每小时50至258公里之间任意飞行 如果更慢 它也不会失速螺旋 只会缓慢地飘向地面 得益于机翼巨大的升力 该机的起降距离短得惊人 只要田间地头有百十米的平整土地 就能让它安全起落 现在你也找不出另外一架5吨多重的飞机 能在如此短的土质跑道上从龙起飞 后知后觉的西方世界终于明白了安二飞机的巨大优点 于是它成了二手飞机市场上的硬通货 成为载客观光飞行和跳伞俱乐部的最爱 该二手机的价格连年上涨 以前一架翻新过的八成新的安二飞机 两万五千美元随便选 现如今一架五六成新的 有时开架高达三万美元 却一击难求 安二体型虽然魁梧 但性格沉稳坚定 它能按部就班地完成滚筒和筋斗动作 也能倾斜75度 坐大坡度盘旋 当然也能蜻蜓点水 只不过这是一只超重量级的蜻蜓 俗话说淹死的都是汇水的 正因为安二飞机如此好飞而安全 导致魯莽的飞行员们驾驶安二时肆无忌惮 从1946年到2018年 安二发生过622起坠机事故 死亡774人 绝大多数都是贴地飞行时 撞上了障碍物 反倒是那些真正由于机械故障 而撞向地面的安二 通常都是有惊无险